剛剛同學問到一個問題還蠻不錯的 就是說我用Ctrl-G 檢視即時運算視窗 如果說我們剛剛是 Shit1.slice就切到第一個 如果切到第二個當然你可以輸入2 就slice切到2 可是除了2之外 另外你還可以用什麼 用這邊雙引號裡面 比如說你可以打上它的名稱 比如說它的名稱叫0主 那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打一個0主 它也可以呢 透過這個名稱 去切到這裡 但是你想說為什麼老師你這個地方 不用那個就是for 什麼 0主 可是問題這回事 因為for回圈後面一定要加的是數字 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數字 它沒辦法呢 哪一個 什麼名稱到哪一個名稱 不行啦 所以這個地方 那可是如果說將來 你已經知道名稱了 你有那個名稱的清單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呢 可以用正列啦 不過正列這個部分大概相對比較進階一點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的第幾頁呢 這個第五頁的地方 這邊有個正列的用法 那用的方式的話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你可以 假如說你必須要用一個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先建一個所謂的正列 那現在正列的部分的話 這個是一個我們自己建的名稱 比如說假設叫ARR 這個正列 然後它裡面的話呢就放了總共有 有從住專 林主 辦事員到助理員 那 另外的話呢你想說第一個 為什麼第一個是空白的東西 就是沒有東西 那主要原因是正列的話 它的編號從0開始 它不是從1開始 所以呢如果剛好我們這邊是1 那我如果把它放在第0個的話 那缺點就是變成說你的回圈 你要把它改成從0到3 那有時候其實比較不好理解啦 乾脆我習慣就幫幫你把它控掉算了 那住專就1 林主就2 辦事員就3 一次類推 剛好就1234 OK 那我們如果說要讓它搭配回圈 這個時候就OK了 那怎麼改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 我們如果要抓這個名稱的話 那 假設s它裡面是數字 那我們可以喔 配合一個叫array array 括弧 把它括在裡面就可以了 那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如果當s等於1的時候 這個就會去抓住專 所以喔特別說 這指的是什麼 這個正列裡面的第幾個的意思 OK 第0個是第一個 1的話是第二個 所以 把住專這兩個字 幫我 抓到這邊來 所以特別注意它就切到 住專 這個地方 住專 所以其實就第一個 然後呢 再讓這個 s等於2的話 那就抓到領主 放過來 所以意思是切到領主 再切到辦事員 再切到助理員 這個方式的話呢 也是一樣可以喔 只是說這邊會多需要學一個 所謂的 正列的用法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假設這邊執行 全部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看一下 好不好OK 這邊可以把它設個 中斷點 來跑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 就會增加一個這個陣列 那這個陣列怎麼樣去觀察喔 你可以按右 選起來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 新增監看式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眼鏡喔 你把它展開來 裡面就是 每一個 這個陣列裡面的每一個值 它現在 會顯示在這裡 也就是它裡面0就是沒有 1的話就是這個住專 一直可以推的喔 那我們現在呢 假如說S等於 等於1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這個1 那Array 這個現在裡面放 就住專 所以幫我切到住專 那其實已經是住專了 OK喔 然後呢 再幫我資料清空 所以清空 再來呢 再來就0組 所以喔 看能不能切到0組 可以切到0組 一樣 可以把它全部清 那這樣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達到 這個我們要的效果啦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變成說 需要增加一個所謂的陣列 那這個陣列對同學來說 大概相對陌生啦 不過 將來喔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試試看 有點像是 加一個清單在這邊啦 然後要取 隨時取那個清單裡面的第幾個 那比較麻煩就是說它第一個 它的數字 就是鎖影值會是從0開始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好 這第一個問題 這個是同學剛剛遇到 剛好我在雲端上有補充 那第二個問題喔 就是我們執行程式的時候 那理論上好像應該OK 但是清除的話它有個缺點 就是喔 清除如果用這個清除方法 你會發現它有一點慢 為什麼慢呢 它有點slow motion 欸 當然 雖然已經夠快啦 因為現在電腦都太快了 像以前如果就電腦來跑 會卡卡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加快速度 我講過 清除的部分喔 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不要這樣子清 你可以用什麼 用range來清 那這個range怎麼清 基本上的話 就是從哪一個 理論上一定從 第三列開始 B的第三 然後到最下 到B的最下面列 其實第一連在一起吧 所以其實可以 D3到E的最下面列 這第二個範圍 第三個範圍是K3到N的最下面 所以其實喔 只要清三個就可以了 而且效率應該比較高喔 所以要怎麼寫 第一個 當然我們可以把 中間這一串怎麼樣 把它先註解掉 註解我講過 就是 可以用按右鍵喔 找到編輯工具列 然後選取你要 本來要刪掉的地方 那你在前面加單引號 如果加單引號 很花時間 你可以在這邊 使程式變為註解 它自動就幫你加了 你就不用刪掉啦 當然最後如果你確定是 這個程式不要的話 那你就把它刪掉沒關係 那如果要改成剛剛的那個寫法的話 那我剛剛講喔 你可以用Range 而且效率比較快 應該快滿多的喔 然後從哪一個 從B3 一直到哪裡呢 B的最下面 當然我們之前打40啦 不過呢其實應該要改成R嘛 所以呢這個等於空的 那當然你將來這個地方要改成 改成R怎麼改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 嗯 一樣喔 在這個4回圈的外面好了 我們增加一個R R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向下追蹤 因為這邊剛好有向下追蹤的 當然你也可以拿這個放在這裡啦 可是感覺太長了 算了就放在這裡 然後呢 那他就追蹤到的資料 他在哪一列 丟到這邊來 那因為他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把40Delete掉 移到雙語號外面 空一格AND 再空一格加一個R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就是 把 B籃清掉 然後再來什麼 D跟E 所以D跟E的話就是 嗯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D3 D3 到E的最下面一列 OK這樣子 然後再拿這個來改 那就K K3 K3 然後到哪裡呢 K3到N的最下面 所以N的最下面是N 這邊改N 好 這樣的話三個就OK了 那也就是說喔 這樣的寫法是一個一個的清 效率太差了 那這個是三個範圍 先清這個範圍 再清這個 再清這個 欸 那效率應該是比較快一點 我試一下喔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先輸出 這個應該蠻快的 清除 哇 快很多喔 剛剛會閃一下喔 現在是完全 沒有 所以喔 兩者比較之下啦 如果清除的話 哇 大概應該 我想速度應該會 差十倍應該有吧 那因為現在清除的範圍 不夠大 所以感覺不太清出來 如果將來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其他地方 哇 那效率應該是差太多 欸 辦事也沒清到 欸 為什麼辦事 啊 那所以 這邊我看一下 他向下追蹤 坎舟向下 那0組看一下 那顯然是 我這邊清除的 向下追蹤 那有可能是 啊 那這個R齁 就不能放在外面 因為他這樣 要每次每次跟 所以 記得一定要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面才對 不然的話 他這個R裡面的值喔 不會跟著 這個工作表切換 去做更新 啊 所以如果你寫在上面 變成他永遠都是 第一次 抓到第一次的 所以特別是這個可能要改一下喔 改在外面這裡 好 來試一次 再試一次喔 欸 這樣應該就完全清掉了 欸 對沒錯 OK喔 所以特別是 放的位置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所以剛剛的正列 跟那個清除的 嗯 這個用Range清除喔 那我也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五頁 所以剛剛的這個部分喔 就是這一段 我用正列 跟加快速度的 用那個Range的方式喔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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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大跟 我們 choosing 好 好 我們